一位年轻大学生驰骋仕途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抱负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权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知县 第411章 想不到的意外 看着十百名有些愤怒生气的脸 张书平也有些糊涂了 难道车视平真的是因为与王俭较劲 而来视察工作的吗 难道这里面真有着特别复杂的关系 看到张书平没有答话 十百名又说道 怎么 你没听明白吗 张书平连忙说道 明白 我明白 别人的话我不信 你的话我还能不信吗 你明白就好啊 你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 不要听顾靖国那些人的话 王县长是一个有前途 而又很正直的领导人 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方向 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 不能再失去什么了 十百名感叹地说道 两人的际遇相同 但十百名的运气好一些 而张书平的际遇就差了一些 现在有机会当书记了 他当然要把握住 因此他一方面要答应十百名 而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不能得罪顾靖国 谁知道车是平 会不会影响到他当书记呢 与张书平谈完话 十百名就回去了 张书平又自己待了一会儿 想了想 觉得十百名来找自己 肯定是因为车是平的原因 怕他和车是平走在一起 但如果车是平不来 王检怎么会同意他当书记呢 想来车是平还是对他有利的 现在看来只有左右逢源了 王检和十百名谈完话之后 就把商东叫了过来 商量青叶镇书记的事 商书记 我刚得到消息 说车是平到青叶镇视察工作了 王检发了一支烟给商东 然后自己点燃一支 轻抽了一口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 商东心里也是一动 不知道车是平 为什么到乡镇视察工作 而且还是到了青叶镇 他是有所图吗 商东皱着眉头说道 王检说 不好说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到青叶镇之后 张书平就受到别人的瞩目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事情不就是秃子上的狮子 明白了吗 商东想了一下 说道 这么说 他想让张书平当书记 很有可能呀 所以过来和你商议一下这件事 他想让张书平当 他就能当上吗 现在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了 话虽这样说 但你没有意识到吗 他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 而且他现在就是给商书平造势 搞到最后突然让别人当书记 大家会怎么想 到时候舆论会对你我不利呀 商东仔细想了一想 说道 可是如果我们同意了车视频的要求 岂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吗 这样的话 我们不是很被动 王检说 事已至此 我们只好从全了 我们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老车还是很老谋深算的 那到时候 李如意还上不上插额名单 商东问道 上 怎么不上 我们到时候看情况而定 不上 就让老车全左右了 王检说 两人说了一会儿 商东勉强同意这个要求 心里边却是不大舒服 毕竟王检的临时变卦 让他有些不高兴 在他看来 无论车视频怎么折腾 只要他与王检联手 张淑平就不可能当上书记 李如意的书记是当定了 可是没有想到 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他如何向李如意说这事呢 当天晚上 车视频视察青叶镇的事情 就在西庭新闻播出了 虽然听不见声音 但王检看到 张淑平在车视频面前 满脸堆笑 给他介绍的情况 显得格外高兴和亲密 这么看来 车视频的手法还真是很厉害 这么一去 就让张淑平感恩戴德了 如果不是考虑到 大家对他的看法 他真的不大想用他当书记了 幸好诗百名 对张淑平很有影响力 去青叶镇和他说了之后 总算转变了过来 但一想到车视频的招数 王检还是心有不平 这个人为什么会把权力看得这么重 而不是把重心落在工作上 也许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不能忍住别人将他的权力夺去 因而就会产生本能的反应 无论别人是不是在针对他的权力 而他在这种较劲中 慢慢的也对权力产生了渴望 没有办法 只有拥有了权力 才能做一些事情 现在他在常委里面占了多数 但实际上 这还不能说他拥有了权力 因为常委们 与他的关系 其实还是平等的 他们与自己的结合 有的出于利益 有的出于理念的相同 有的出于性情的接近 并不能说 他们会完全听从自己的 如果想要拥有真正的权力 必须掌握住真正自己的嫡系 也就是说 对权限的各个部门和乡镇 有真正的影响力 而这正是现在所欠缺的 因此车士平一出手 张书平就会靠上去 而吴玉民 也因为车士平的一句话 而削弱了自己的签字权力 怎么办 他要想在会场上进行阻击 阻击李海仓担任交通局长 但这样一来 很可能让车士平 与自己决裂 虽然票数占多 但他是县委书记 他一佛秀而去 事情就会砸了 毕竟在没有县委书记的时候 通过任何人事决议都是无效的 这是他作为县委书记的优势 看来只有当上了县委书记 一切才有所改观 现在能做的则是 慢慢与车士平周旋 取得一些权利 这次虽然车士平 要让张书平当镇委书记 但他只要把张书平拉过来 车士平就会失策了 想好了这些问题 王检决定暂时忍耐 重新评估形势后再出手 不过就过了几天 孙前复的调查结果就出来了 此人涉嫌在工程建设中 受贿35万元 贪污1万元 在实查相关情况之后 就移交给检察机关处理 李令全和孙前复的相继被查 让全县的干部有所震动 不但如此 就是相邻的几个县知道后 也对西庭的反腐败工作 感到震惊 韩玉婷还专门打电话 给王检询问情况 王检就和他说了说 最后 韩玉婷笑着说他 什么时候回东庭 好长时间没见 有些想他了 王检只好笑笑说 有时间一定回去 我也很想大驾 韩玉婷知道 他这是在回避自己的话 就说让他只许想他一个人 王检就无语了 又说了半天话 就挂断了 孙前复的案子结束以后 县委常委会就召开会议 研究相关的人事内容 这次常委会议除了陈虎没来外 其他人都出席了 车视频主持会议 由张林先说到 交通局和青叶镇的主要负责人 都出缺 这次会议 对这两个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 进行研究安排 下面我说一下人选情况 交通局长在上次会议也说过了 决定由李海仓担任交通局长 这次再研究一下 青叶镇党委书记一职 经过酝酿研究 就在县纪委副书记李如意 和青叶镇现任镇长张书平之间 进行选择 请大家发表意见 张林说完之后 一时没有人说话 因为交通局长一职 原先定过了 没有多少理由反对 因此王检一方的人不说话 而对青叶镇书记的事 由于车视频在其中搞了鬼 一时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正当陷入沉闷之时 商东突然说道 李海仓担任交通局长 我没意见 我支持李如意任青叶镇书记 商东居然背离了与王检商议好的对策 还是提出让李如意当青叶镇书记了 这一突然变故 让王检大吃一惊 但却让车视频心里一动 担心王检会不会和商东保持一致 让李如意当书记 如果是这样 那他的策略就失败了 但是王检没有说话 由于王检没有表态 方树增 杨春风 胡义团 唐慧几个人都没有表态 这个时候 顾靖国却突然发话说 我支持商书记的意见 让李如意担任书记 让车视频耍了 这事 只想着车视频想离间他与商东之间的关系 可是没想到他会重新去拉拢商东 这样一来倒是他失算 陷入被动了 王检和方树增几个人都大吃一惊 被顾靖国的表现惊住了 商东的表情很平静 仿佛知道顾靖国会这么说死的 汪志国紧接着说道 我也支持商书记的意见 让李如意当青叶镇的书记 这两个人说完 车视频转头问王检 王现长是什么意见呀 这让王检产生压力了 如果同意商东的意见 那就是被车视频牵着鼻子走了 功劳还是车视频的 而如果不同意商东的意见 那就是把商东得罪了 我的意见 是让李如意去交通局当局长 让李海仓到青叶镇当镇长 由张书平担任书记 王检灵机一动 决定把水搅浑 谁也不听 抓住主动权 这话一说完 大家确实傻了眼了 李如意原来就是想当交通局长 王检现在提出来满足他 让商东感到 王检还是站在他这一方的 而让李海仓去青叶镇当镇长 却是没有让车视频得逞 同时又提出让张书平担任书记 可以说是为他自己布的局 这样一来 车视频就没有得到太多了 而他如果要反对李如意当交通局长 必然支持商东的举动就会得到削弱 而他要是让李海仓当了书记 那他支持张书平当书记的表示 就成了一句空话 因此 这倒让车视频处于两难了 一位年轻大学生驰骋士族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抱负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全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知县 第412章 新的关系 王简一说完 方树增等人就说道 我觉得王县长的意见不错 正好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不能老让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 那样容易犯错误的 这样一来 就让车视频面临压力了 如何表态 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招 如果他不同意王简的意见 与商东保持一致 让李如意当清夜镇的书记 结果就是票数上通不过 双方出现僵持 而且李海仓当交通局长的事也通不过 虽然能拉拢一下商东 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因此 要想达到一定的目的 必须与王简进行妥协了 我看 还是张淑平担任清夜镇的书记吧 李如意 下次有职位空缺的话 可以直接添补上去 交通局的局长 还是让李海仓担任 清夜镇的镇长 在另选他人 车视频想了一下 推翻了顾晋国和汪志国的意见 也与王简的意见有所不同 但也没有附和商东的意见 车视频的话说完之后 大家都在盘算着这里面的情况 到底是要不要按照车视频的话进行表决 王简想了一下 如果不和车视频达成一些妥协 坚决让李海仓去下面当镇长 那必须触动车视频最敏感的部分 势必会让他引起剧烈的反弹 因此这是车视频必然要争的地方 必须要与之进行妥协才行 而在清夜镇的书记上 如果他反对张淑平担任书记 虽然这样是向商东进行示好了 但商东因为这件事而起一新的做法 实在让他觉得此人太计较个人的利益 而不顾大局 如果因此而迁就他 那岂不是要让他左右 在这个方面 要让他明白自己才是主导者 而不是被动的合作者 车书记 要不我们出去商量一下 王简觉得他和车视频的意见相反 如果当场同意他的意见后 会让他下不来台 所以提出到外面商量一下 车视频迟疑了一下 觉得要给王简一个面子 否则王简坚持不退让 那会形成僵局的 所以就同意了王简的要求 出去之后 王简就对车视频道 李海苍可以当交通局长 其他方面 希望车书记给我一点发挥的空间 车视频问 怎么发挥 调许东京担任财政局局长 调李如意 去山泉乡当书记 吴玉民卸任当县长助理 级别问题事后报市委解决 车书记 你觉得怎么样 王简想借着这个机会 把吴玉民的问题解决了 要不然 一直让顾进国签字报销的事 是让他感觉不大对劲 因此提出 让许东京担任财政局长 虽然许东京 依然是车视频的人 但这一调整 必然会让许东京有所警惕 不会完全站在车视频一边 这也是改变当前局势的一种方法 车视频大惊失色 说道 你想在这次会议上 一次性解决 那倒不是 今天完全按照车书记的意见来 但下一次调整 就按我说的来 车视频一下子明白了 王简是在和他交换 想在下次常委会上 让许东京当财政局长 李如意当山泉乡的书记 考虑了一下 觉得无论是许东京 还是吴玉民 当这个财政局长 都是他的人 虽然这种调整 对王简有一定的好处 但总体来说 煤态构成对他的威胁 而今天 他确实需要王简的同意 才能让李海仓 当上交通局长 想完之后 车视频点了点头 说道 那好 就按王县长你说的办 希望我们以后 也这样协商 共同解决一些问题 其实 王简一直想这样 平等的 与车视频协商解决问题 只是车视频 一直不把他当回事 只是形势发生变化之后 他才答应这样做 既然如此 他也不能逼迫太甚 就答应算了 那好 车书记 我们合作愉快 王简伸出手 看一下车视频 车视频 看着王简的样子 感觉王简 比刚到西庭的时候 自信多了 没有办法 此消彼长 形势发生了变化 他只好 接受王简 在西庭 站稳脚跟 这个事实 签字的事 我通知 顾静国取消 我全力支持 王县长 把经济工作做好 车视频 突然冒出了这么句话 这倒让王简 没有想到 车视频 会主动 说出这样的话 这说明 他的话 是有诚意的 因此 王简感谢道 那 多谢车书记 支持了 想到车视频 主动取消 顾静国签字权的问题 王简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不需要太急着 让许东京 当财政局长了 只是如果 不让许东京 腾出位子 李如意 就无法安排 但后来一想 如果车视频 都支持他的工作 何必 还太在意 商东的态度 一时没有想好 先不要 像车视频 再表什么态 两人商议完毕后 就重新来到会场 看到他们两个人 回来了 大家都看向 他们两个 不知道 会商议出什么结果来 商东 也是不知道 两个人 会有什么样的 商议结果 车视频和王简 两个人 一起坐下后 车视频说道 经过 我和王县长的 共同商议 我们决定 由张淑平 担任青夜镇的 镇委书记 李海仓 担任交通局长 其他方面 由下次常委会 再研究解决 这话音一落 商东就感觉 被车视频和王简 两个人 共同摆了一刀 搞了半天 李如意 什么也没有得到 完全就是王简 和车视频两个人 把这两个位置 占了 但由于王简 和车视频都同意了 他再争 也是无用 只好不再说什么话 这两项任命 就这样决定了 会议散了之后 考虑到商东 可能有什么想法 王简 一个电话 打给他 商东 看着王简的号码 想了想 还是接了 王简就告诉他 和车视频之间的协商 等下一次 让李如意 担任山泉乡书记 山泉乡的地位 远远不如青叶镇 但也是不错的了 听到这里 商东的心情 还好受一些 觉得王简 还是想着他的 经过这次事件 王简对商东的看法 有一些转变 而商东感觉 与王简之间 也产生了 一丝丝的隔膜 因此商东倒是又有 重新走向中立的态度 这倒是王简 在常委会里的拥护者 变少了 不过 车视频现在 与他的关系 又好了一些 让他感到 车视频 对他的掣肘 可能会变少了 张书平当上书记 心情非常高兴 他在心里 还是很感激 车视频的 不过 十百名很快 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 常委会上的情况 让他明白 顾静国 到底是什么人 要不是王宪长 在会上发话 他怎么 也当不上书记 他这才终于明白 顾静国 耍他的花招 心里头 才对王简 产生感激之情 下决心 跟在十百名后面 听从王简的招呼了 常委会 刚散不久 吴玉民 就到王简办公室 找王简 他接到 车视频的电话之后 就过来了 车视频让他 从此之后 不需要 顾静国 再签什么字了 而他 要过来 向王简 试一下好 车视频 并没有告诉他 王简 要撤换他的意思 因为怕吴玉民 埋怨他 没有帮他说话 而如果 等王简 在下一次会议上 再提的话 就把责任 全推到王简的身上 与他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反正 许东京 当上财政局长 对他 也没有什么损失 王县长 车书记 刚通知我 签字取消的事 我过来 向王县长 报告一下 吴玉民 进来后 就笑着 向王简说道 王简 没有回应 吴玉民的笑容 只是 淡淡的说道 哦 这事 我已经知道了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没有的话 你出去吧 王简 明显是一种 不耐烦的态度 这让吴玉民 感到了一种危机 在顾静国 签字这件事上 确实把王简 得罪了 但他又没有办法 加在王简 和车视频之间 他能有什么办法 王县长 有些事情 我也是无能为力 请王县长原谅 吴玉民情急之中 说出了这样的话 王简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吴剧长 你还有什么话就说 怎么还说到原谅的问题了 王简明知顾问 让吴玉民不知所措 只好说道 王县长 有些话 我也不知说什么好 反正以后 王县长有什么事情 请尽管吩咐就是了 吴玉民也看到 王简势力越来越大 如果再不向王简 试好的话 恐怕他的位子难保 现在 车视频让他取消 让顾进国签字的做法 恰恰是王简 势大了之后 车视频主动妥协的 一种表现 现在 必须有所表示了 听到吴玉民的话 王简又故意的 反问了一句 这么说 吴局长 以前是没有听从 我的吩咐了 吴玉民连忙摆手 王县长 你误会了 我没有 绝对没有 王简表情 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说道 吴局长 我们无论做人做事 都要安分守本 你是财政局长 是县政府组成部门 你听命于我是天经地义 如果你原来 有不听从我的地方 那就是你的不对 现在 你又说 要听从我的吩咐 难道 你的立场 就是这么不稳吗 王简的话 让吴玉民 如真盲在背 连解释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看到他的样子 王简对他说道 我看 你当财政局长 时间也很长了 怎么做 你自己清楚 不过 你也算是 劳苦功高的人了 给你一个负献级 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真听从 我的吩咐的话 你就辞职吧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族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 梦想 报复 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 全力 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413章 撤换交警大队长 听到这句话之后 吴玉民如同五雷轰顶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王检的办公室的 出来后就去找车士平了 在车士平的办公室里 车士平听完了吴玉民的讲述 没有任何表情 而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辞职也好 省得让人家赶下去 我帮忙给你弄一个复线集 没想到车士平也是这种态度 吴玉民是彻底崩溃了 看着车士平说道 车书记 你也想我不干了 车士平耐心的开导着 不是我不想让你干 是王检逼迫我同意撤换你的职务 现在 你看我还有什么办法吗 你当财政局长 确实时间很长了 就不要再恋战了 辞职吧 吴玉民看着车士平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正正的说道 那车书记 你要让谁来接任我的职务 许东京 车士平想了想说道 吴玉民煞实明白了 原来车士平想让许东京当财政局长 却是说是王检的主意 真是让他始料未及 许东京跟车士平的关系也很好 一定是许东京这小子想当财政局长 才把他搞下来的 想来想去 吴玉民觉得许东京实在是可恶 既然车士平都这样说了 吴玉民觉得 这财政局长的职务是保不住了 就跌跌撞撞的离开了车士平的办公室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开始写辞职报告了 反复经过磋商研究 王检和车士平两个人达成了一致 并经过常委会讨论 调许东京担任县财政局党组书记 李如意调山泉乡担任乡委书记 调县委办副主任潘明虎担任青叶镇镇长 这也算是对原来县政府办副主任杜长达 调山泉乡担任乡长做出的补偿 两半的人不能一头尘 要平衡才行 这样一来 商东也有所满意 车士平依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财政局 但由于许东京知道他之所以能当上 县财政局局长的保卫 是因为王检的提议 因此在对待王检的态度上 要比吴玉民好多了 吴玉民就被任命为县长助理 协助实力财做好县城的城市建设工作 其副县级待遇也被市委批准 与车士平之间的一些误会和矛盾 暂时达到了一个平衡 和飞飞的青泽园大厦即将动工 这个项目是西亭县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王检吩咐 分管项目建设的胡义团和十百名 一起做好准备工作 搞好启动开工仪式 在做好全县主要道路拓宽建设准备的同时 王检又把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县长实力财找来 开始启动全县的城市建设工作 首先就是对西亭县城重要的一条道路 人民路拓宽绿化 人民路位于西亭县城的中心 是一条南北通向的主要干道 也是外来人员进入西亭县城的必经之地 由于年久失修 道路老旧 交通混乱 看上去非常破败 实在是有损西亭县城的形象 因此当务之急 就是先要把这条路修好 向外人展示西亭发展的新形象 否则外来的投资商 第一眼看上去就不大喜欢这里 认为这里没有发展的前途 实力财作为王俭的老办公室主任 接到王俭的电话 就急忙来到办公室找他 王俭带着他和施百明一起去现场勘查了解情况 来到人民路上 王俭和实力财等人下了车 看着路上的车水马龙 王俭就感觉西亭县城的格局太小了 虽然不能和大城市比 但县城中心建设搞得乱七八糟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石县长 你看到没有 我们要把人民路的拓宽改造 和进行功能区建设结合在一起 这条路是南北主干道 道路两旁应当让位于服务行业 比如银行 大型超市 邮局之类的服务性机构 便于来往客商吃饭休息购物 进行资金交易 不能再像现在 什么东西都有 尤其是学校 不能建在这条路上 一是不安全 二也不利于学生学习 以前我们很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主要还是我们没有城市建设的理念 没有规划 想到哪就见到哪 省规划设计院的人已经给我们做好了规划 要严格按照规划来 王俭站在路边对着石历才说道 石历才忙答应着 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早就感受到了 但一直没有想到怎么做 王县长说的这些 可以说是要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了 王俭道 我们也不能做老百姓的尾巴呀 要想把这条路建设经营好 难免要触犯一些人的利益 拆迁就是一个大难点 石县长 你在这方面要下下功夫 既要把事情办了 也不要让别人和老百姓闹来闹去 石历才说 这倒是一个难点 我会和相关部门一起把这项工作做好 王俭点了点头 准备上车离去 突然看到一辆警车呼啸而过 完全没有看到前面的红灯 王俭差点被吓了一大跳 对石柏明说 警车怎么遇红灯不停呢 石柏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说道 可能有紧急公务吧 紧急公务怎么没有拉警笛啊 十百名无话可说了 石历才在旁边说道 西亭县的交警乱得很 人民路之所以乱 也与交警治理不利有关 王俭就问道 现在的交警大队的大队长是谁啊 是吕先行 在交警大队已经有三年了吧 王俭冷笑了一下 果然是先行啊 他先行 别人就不能先行了 石历才和石柏明两个人听了 就想笑 但忍住 没有笑出来 王俭就对两个人说 我们下一步要开展 拆迁工作 如果我们各项工作纪律 不加强的话 老百姓也不会把我们当回事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各种工作 要严肃纪律 交通 要进行大整顿 形成一种紧张的氛围 才能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两人听了连连点头 觉得王俭说的很有道理 一条道路都管不了的话 怎么能让老百姓信服 把拆迁工作做好呢 从人民路回来之后 王俭立刻去找车视频 要将交警大队长 吕先行撤换 换一个能干的人 去当这个大队长 车视频正待在办公室里 听王俭突然要撤换吕先行 很感到意外 对王俭说道 王县长 这个吕先行 又犯什么错了 为什么要撤他的职呢 王俭道 城市的交通 十分混乱 搞得很没有秩序 我们要进行人民路的拓宽改造 必须先营造一个良好的秩序 吕先行 工作不利 理当撤换 车视频低了低头 说道 王县长 可是交通整治的工作 县里并没有去抓 如果我们就因此撤换了他 是不是对吕先行不太公平 车书记 我知道你是宅心为怀 但是我们西庭当前的工作 是这么落后 而我们的干部 却是不思进取 如果我们不采取点猛药 没有人会当回事 交通整治的工作 本来就是交警队的工作 而他们没有做好 这个责任就应当是吕先行来负 不能事事都需要我们关注了 才去做 这样下去 岂不是我们累死也做不好 通过这次对吕先行的撤换 以震撼那些没有认真工作的人 车士平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这事要不我们先和汪志国商议一下 王检说道 这件事当然要和汪书记相商 但关键是我们两个人达成一致 毕竟交警队还是属于公安局管 他可能下不了手 他可能唱不下这个黑脸 就让我们来唱好了 车士平没有法子 就说道 那撤了吕先行 让谁来做交警大队长呢 王检道 调苏明辉担任交警大队长 车士平马上看了他一眼 王检立刻道 车书记 你别误会 我提议苏明辉 并不是因为他以前与我的关系 而他现在在公安局里面坐冷板凳 让他去交警队能激发他的干劲 并且以公安局副局长之兼职 交警大队长 也是无形中减少了一个用人的职数 所以我才建议他当的 当然 如果车书记有合适的人 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那那个人去也行 车士平也知道 苏明辉在公安局里的处境 在汪志国手下一定不大好过 而他手里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想到这个交警大队长 实在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 所以就笑了笑说 方县长 你多虑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既然你想用苏明辉 那就让他去当就是了 看到车士平答应了 王检就说道 车书记 我们下一步要搞城市建设 旧城改造 必然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牵扯到我们的干部 我们绝不能留任何情面 我知道车书记在西庭这么久 有时候难以撕开脸面 处分他们 如果是这样 由我来唱白脸 车书记来唱红脸好了 只要我们配合好 工作就会很顺利 旅先行这件事 可以说是一个开始 我们不能容留那些 失位素餐的干部 听到王检的话 车士平的心被震动了一下 他觉得王检要开始实施 他的雄心壮志了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仕途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 梦想 报复 水雨争锋 美女 金钱 权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煞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煞 作者 鹅城之县 第414章 大煞动工 王检突然撤换交警大队长吕先行 造成官场震动 不次于对李令全和村前傅的两次双规 他们两人事前多少也有一些 不好的传闻和征兆 而吕先行却是不知怎么回事 就被撤换了 只是后来才打听到是因为王检 对县城交通的不满意 而生气撤换他的 这不但让很多人 自此觉得他们屁股下的位子 可能随时都有摇晃之鱼 而且也让人感受到 王检在西庭县 全市的日益增大 想撤换谁就撤换谁 这比他的常委会里占多数 还让人感到害怕 如此一来 很多人开始主动向王检靠拢 车士平在西庭县的政治基础 开始慢慢动摇 这有点让车士平没有预料到 汪志国对车士平背着他 直接和王检相伤 将吕先行撤职的做法 感到非常不高兴 他觉得车士平现在 完全没有了斗志 直接成了王检的傀儡了 到车士平面前发了一通牢骚 搞得车士平也不大高兴 无论怎么样 公安局的工作没有干好 就与汪志国有责任 弄得他也没有脸面 现在撤换了吕先行 也不过就是一件小事 不影响他在公安局的权利 却没来由的向他发了脾气 让他觉得汪志国对他 也不那么尊重了 越想越生气 车士平甚至有整治汪志国的想法 但一想到 如果将汪志国也整治了 那他在西庭县 还有谁跟着他呢 苏明辉很高兴 能当上交警大队长 虽然官职不大 但也算是独当一面了 比在公安局里坐冷板凳好多了 虽然心里很高兴 但也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王俭告诉他 如果不能将县城的交通整治好 就让他辞职走人 不要再待在西庭县混了 看到王俭非常严肃的样子 苏明辉就知道 这不是和他说着玩的 因为屡先行的撤职就说明一切 工作不利就要被撤职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如果他也搞不好 不但丢了王俭的脸 也对不起他肩上的责任 王俭告诉他 无论是什么车辆 只要在路上行驶 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只有把特权车制住了 老百姓才能心服口服 苏明辉把这些话都记住了 他决心把王俭的命令执行到位 让西庭县的交通变一个样 处理完这件事 和飞飞的大厦就要开工了 为此专门举行了一个开工仪式 对大厦进行奠基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好 到现场 王俭才知道 和飞飞从四盟请来的施工队 居然是吴天一 原来和飞飞在东庭县的酒店工程 就是吴天一给建的 现在又找到他 和飞飞也没有考虑太多 就让他做了 王俭知道后也不能说什么 毕竟这不是政府工程 他管不着 王俭和车士平等县六大班的领导 全部出席了开工仪式 县长是采旗飘扬 人山人海 由于是在闹市区 所以过往的人比较多 王俭考虑人太多 那开工仪式就不要太长 苏明辉还要在路上疏通秩序 王俭一到现场 吴天一就笑着走上来 点头哈腰的说道 嘿嘿 王县长您好 哎 你怎么在这 王俭刚开始 还是感到很奇怪 吴天一马上笑着说 哦 这个工程是我成建的 何小姐 没有告诉您吗 王俭的脸上就是一愣 但马上恢复过来 说道 哦 原来是你成建的呀 那恭喜你了 不过 我可告诉你 虽然你是给何小姐私人建工程 但这栋大厦是建在我们西庭的地盘上 可是我们西庭的标志性建筑 如果出了什么质量问题 你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没想到 王俭一直对他有成建 认为他搞工程搞不好 吴天一也实在没有法子 但也只能顺着王俭的意思说 请王县长放心 如果出了质量问题 我把脑袋搁下来 给王县长您当球体 听到吴天一说话不好听 王俭没有顺着他的话说下去 而是说道 你的头我不要 我只要工程质量 这个工程的监理 我们县政府也有责任 我们会派人来督查的 你最好认真一些 不要让我们发现有什么毛病 吴天一连忙点头 那是那是 我们一切听从王县长的吩咐 王俭就摆了摆手 不再理他 这时车士平也赶来了 两个人一起走到布置的仪式会场上 工作人员就将一些小红花 给王俭和车士平等人佩戴上 何飞飞打扮得非常漂亮 走过来迎接王俭和车士平 四一小姐拿了一条红绸带 等着王俭等人进行剪彩 开工仪式由常务副县长 杨春风主持 他首先宣布由何飞飞进行致辞 何飞飞听到话后 就鸟鸟停停的走到麦克风前 说道 西亭县的各位领导 朋友们 来宾们 我们何氏集团 在西亭县的第一个项目 胜利开工了 我在此 向关心 支持 帮助的西亭县各位领导 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亭县是一片发展的热土 是各地客商前来投资的好地方 我们何氏集团 经过考察谈判 决定在这里 兴建一座投资上亿员的 清泽园大厦 而我们之所以能下定这个决心 不但是因为西亭县的发展 吸引着我们 更重要的是西亭县 有一帮清新为客商服务 一心为百姓谋福利的好领导 在此 我要特别感谢 西亭县县委书记 车士平先生 西亭县县长 王俭先生 尤其是王俭先生 为这个项目的动工兴建 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在此 我再一次表示感谢 何飞飞一边说 一边看向王俭 大家都热烈鼓掌 车士平脸上 也是露出了笑容 说实在话 他对这个项目 没有多少贡献 但何飞飞出于礼貌 还是专门感谢了他 而何飞飞同时 又特殊感谢了王俭 虽然王俭知道他的心意 但他并不太在意 何飞飞感谢不感谢他 只要能对西亭的发展 有帮助 何必计较别人怎么看他呢 何飞飞说完这些话 又讲了工程的相关情况 保证一年内完工 把工程建设好 为西亭县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何飞飞讲完 杨春风就让王俭 代表西亭县政府致辞 王俭走上前去 脱稿说道 同志们 朋友们 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们 青泽园大厦工程 就要动工了 这个项目 是我们推进我县城市建设 开展招商引资的 第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开工建设 可以说是吹响了 我们加快发展的一个号角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要吸引更多的客商 前来投资 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加漂亮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工作生活的需求 在此 我们要感谢何飞飞小姐 感谢她到我们这一个 蛮荒之地前来投资 希望我们和她的合作 会越来越好 各个单位和部门 要做好对客商的服务工作 解决客商提出的各种难题 全县上下 集中精力 抓招商 千方百计 搞建设 把西亭县 建设成一个漂亮 富裕 文明的新城市 王建 慷慨 激昂地说着 吸引了过往的群众 驻足观看 有一个群众 跟旁边一个人说道 这个年轻人是县长吗 旁边那人说 可不是怎么的 他就是县长 讲得真不错 我们这个小破县城 真是要好好建设了 到处是乱七八糟 一点城市的样子也没有 话虽说得好啊 关键看行动 他一个年轻人 有什么能耐 把县城变个样子 不过就是建了一栋大楼 有什么用 那名群众不以为然地说 旁边那个刚要再说话 却从旁边又闪出一个人 说道 你们城市人知足吧 王县长给我们农村 修了一条路 我们就觉得不错了 现在他给你们盖大楼 你们还不高兴 真是不知足 那名群众听到后说道 你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什么不知足了 我们城市人怎么了 吐老猫 那个人立刻不满意了 你骂谁吐老猫呢 信不信我揍你 看到那人就一个人 那名群众立刻说道 你揍我试试 信不信我们两个人 K你一顿 那个人听到这话 手一招 就跑过来几个人 看下那人说道 我们都是农村的 你是不是想揍我们 那两个人一看来了五六个人 觉得势头不好 马上说道 我们不和你们一般见识 走了 那个晃了晃拳头 说道 这些城市人真是不知足 国家什么都投到城市了 还说王县长这 王县长那 王县长可是一名好县长 五个 王县长是不是你家亲戚 看你老是说他好的 他旁边一个人笑着和他说道 这名姓武的人说 我们先来了一个好县长呀 如果我们不说他的好 也许就让上级调走了 到时候再来一个坏县长 我们百姓岂不是遭殃 你一点也不懂政治 滚一边去 你懂 你懂连个村干部都当不上 那人哈哈大笑起来 说得那姓武的脸红了起来 臭小子 敢接我的短 姓武的就要打那人 那人笑着跑开了 原来 这姓武的人 还是在面馆里和王检 一起吃饭的那个人 正好今天和几个人来到县城 碰巧又见到了王检讲话的场面 真是让他感到与王检有缘了 只是不认识怎么办 一位年轻大学生驰骋士徒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 梦想 报复 水雨争风 美女 金钱 权力 都入我手 草根男 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之县 第415章 工农矛盾 王检讲完话之后 杨春风就宣布由车士平宣布青泽园大厦破土动工 只见车士平满脸微笑 步履矫健的走在话筒前 大声说道 我宣布青泽园大厦建设工程 开工 话音一落 他和王检等人一起接过李仪小姐递过来的剪子 将红绸带剪开 然后又来到施工现场 用铁签上了一把土 整个仪式就算完了 正当举行完仪式的时候 突然从远处冒出一股人群打着横幅 喊着要吃饭要生活的口号 迅速向现场移动过来 大家都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场的交警就想上前拦截 可是根本拦不住他们 怎么回事 车士平脸色一变 不知所措的看了一下 说道 王检正和他站在一起 听到后说道 是不是有人闹事 两人正说着 那伙人群就走到了施工现场 在场的人一看 就知道是闹事的来了 紧接着就有人过来 对车士平和王检说道 车书记 王县长 我看是来闹事的 你们先走吧 我们留下来处理 王检听了之后说道 让车书记走吧 我留下来处理 车士平一听王检不走 他怎么能走 要是让人知道了 会说他不敢接近群众 胆小鬼 官僚主义 因此他也说道 我和王县长一起处理这事 你们让何小姐抓紧走 不要出现什么意外 车士平倒是冷静了些 安排何飞飞抓紧走 何飞飞看到这种阵势 心里也有些发虚 不知道西庭县 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想了想 还是坐上车 走了 你们是怎么回事 王检走上前去 对着那伙人说道 那伙人停住脚步 有一个领头的 大声喊道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生活 车士平也走上前 大声说道 你们要吃饭 要生活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聚集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 你们打着标语 在街上闹事 扰乱社会治安 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听到车士平的话 那伙人不但没有害怕 相反还起了哄 大声说道 谁说我们是闹事 我们怎么闹事了 我们是县面粉厂的职工 我们来这里 要求吃上饭 过生活 怎么算是闹事了 这些人一大声闹 顿时让气氛紧张起来 王俭觉得 车士平刚才说的话 有失误了 在这种场合 怎么能说他们闹事呢 应当安抚他们 不要激怒他们 因此 听到这些人的话后 王俭就又走上前 说道 我是西庭县的县长 王俭 你们有什么诉求 可以跟我说 但你们这么多人 在一起影响社会秩序 就不好了 要不这样 我们到县政府里 说一说怎么样 你们有什么要求 可以跟我说一说 只要合理合法的要求 我一定会满足你们 请你们离开这里 到县政府那边去 王俭把话一说完 那个领头的就说道 你就是县长 那好 我们的要求 就是必须给我们 做出一次性补偿 必须给我们交养老保险 必须给我们找工作 如果答应这三个条件 我们就离开 否则绝不离开 听了这些人的话 王俭一时不能做主 毕竟像县面粉厂 下岗职工这样的 还有很多 如果都答应他们的要求 县财政哪里来的钱 更不可能答应的是 给他们找工作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 还给他们找工作 在计划经济时代 面粉厂的工人 可谓是风光无限 如今风光不在了 还梦想着借昔日的荣光 哪有这样的好事 现在很多人都能自食其力 而他们却凭着这次开工典礼 想逼迫政府 答应他们的要求 如果以后大家都像他这样 岂不是要让国家 把所有的事情都包起来吗 你们的要求我都知道了 但这件事必须要进行研究 等研究好了之后 再答复你们好不好 王俭只好想了一个缓兵之计 既不能答应他们 也不能拒绝他们 车视频听了 这伙人的要求 也是气得要命 面粉厂多年不生产了 他们这些人 早就去自谋职业了 有的还混得不错 如今看到政府要开发面粉厂 他们便过来捣乱 真是想趁火打劫呀 你们都给我回去 如果你们不回去 车视频声色俱力的说道 他不像王俭那么温柔 他知道这些人的刁钻 如果要是惯着他们 他们会得寸进尺的 我们不回去 你凭什么让我们回去 那伙人根本一点都不怕 反而想上前围攻车视频 大家一看急忙上前护驾 车视频也给吓了一跳 缩了回来 接着就有人说到 他是县委书记 关架子很大呀 我们要找他 他们要直接找车视频 王俭当然不能愿意 就说道 你们不能这样 这些问题我们要好商量 你们越这样 我们就没法进行沟通了 如果事情闹大 你们这就是违法行为 听王俭说他们是违法行为 他们就开始围攻王俭 十百名想上前救驾 可是又给他们挡住了 正在千军一发之际 有人突然站了出来 大声吼道 住手 这一声吆喝 把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大家一看 原来叫住手的这个人 就是刚才那个姓武的 看到王俭被围攻 他忍不住要救驾了 那伙人 正正的看着他说 你是谁 这名姓武的走到跟前说道 我是一个老农民 不如你们城里人吃国库粮 我看你们围攻王县长 我看不过 就想让你们住手 这姓武的是农村人 在计划经济时代 这在城里吃国库粮的那 绝对是农村人崇拜的对象 就像现在人们崇拜富二代 官二代一样 县面坟场的人 虽然是工人 但那也是城市户口 吃国库粮的 比不得农村人 挣一点吃一点 还要四处打工 也没什么补偿和保险的 这儿管你什么事 你滚开 有人向他吼道 姓武的人也是大吼一声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曾经吃点国库粮吗 现在国库粮没有了 和我们农村人 一样需要挣一点吃一点了 就不舒服了 就想向国家伸手要了 我们农村人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有什么怨言吗 你们曾经风光过 现在不风光了 就心里不平衡了 我们农村人 跟你们城市人比 岂不是更不平衡 你们曾经在天上 我们曾经在地下 我们什么时候 向国家要过 我们浇公粮的时候 是你们最得意的时候 我们和你们闹过吗 你们把一个 好端端的面粉厂败坏了 下了岗 现在又想向政府要钱了 你们当初 是怎么进的面粉厂 有没有走后门 你们对得起你们自己的工作吗 过去 你们守着铁饭碗 不好好干 现在铁饭碗砸了 还想要铁饭碗 你们家是开窑的 我们农村人 只有泥饭碗 甚至连泥饭碗也没有 但我们只要有政策 靠着自己的双手 就能吃上饭 你们没有手吗 一点苦也不能吃吗 你们天生 就比我们农村人高贵吗 你们必须 让国家包养着你们 才能活下去吗 你们还要吃饭 要生活 我们农村人 比你们更有资格要 我们浇的公粮 就是被你们这些人吃了 你们什么时候 补偿给我们 我们老了没人管 你们也要包我们 我告诉你们 王县长是一名好县长 他要带领我们发家致富 你们这样围攻他 我就看不惯 看不惯 这伙人一听 他说这么多 立刻恼了 马上就有人要打他 但他却是大声说道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人多 我们农村人更多 你们要是感动我一根指头 我抄你们的家 何姓武的带来的几个人 与那伙人形成了对峙局面 王俭被刚才那人的表现 惊呆了 此时一看双方要打起来 马上制止道 都不准动 如果谁乱动 全部带到公安局去 虽然那伙人不怕公安的来抓他 可是要是打起来 公安可是有理由抓了 王俭看到双方没有动起手来 就说道 我刚才说了 你们有什么诉求 去县政府说去 不要在这里影响交通 否则你们就是违法 刚才王俭说他们违法 他们不服 可是被姓武的说了一通后 底气不那么足了 人群中就有人开始动摇 觉得他们的诉求 不可能被答应 而且他们来到这里 也是被几个领头的 交锁着过来的 说借着这个机会 捞点好处 说实在话 他们中间 除了几个好吃懒做的 都有自己的生意 出于能要着好处就要 不能要着就算的态度过来的 所以看到有人反对 他们这样做之后 就心里动摇了 有几个人 就开始从现场离去 连县政府也不去了 那几个领头的 也就是好吃懒做的那几个 想制止也制止不了 等到最后 只剩下他们几个人的时候 王俭等人也不用担心了 嘲讽着对他们说道 走吧 去县政府吧 走就走 那几个人拧着头说道 由于那些人 大多数人都走了 交警就开始维持秩序 疏散人群 王俭让施百明 把刚才说话的那个人 叫到县政府去 施百明便走过去 叫着那个姓武的 姓武的知道王俭要找他 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族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 梦想 报复 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 全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416章 普通的县长 现场发生的这一幕 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不但惊讶 那伙人来闹事 而且也惊讶 那个姓武的人 说的那些话 简直是在替农村人代言呢 各行各业都有代言人 可是战华下最多的农村人 却没有代言人 只能默默承受着基础建设落后 生活水平较低的现状 为什么 因为能说会道的人 都是有文化的人 他们不会生活在农村 既然不生活在农村 他们怎么会了解农村的情况 怎么会想到为农村人代言 而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人 却不会说不会道的 也不会写 这个姓武的 真是一个奇才了 那伙人走了之后 人群就开始散去 车视平走到王俭身边 说道 把这几个领头闹事的 给抓起来 王俭没有答应 说道 先听听他们的诉求吧 如果他们再这样闹的话 就依法处理 车视平想了想 没有再说什么 就上了车 回县委去了 那几个领头的人 本来是要去县政府大院的 可是走到半路 突然又跑了两个 就还剩下最后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看 有点害怕了 这要是到了县政府大院 王俭让人 把他们抓起来怎么办 他们的这些要求 确实是过分 面粉厂都倒闭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没有说什么 只不过现在看到 面粉厂被拆了 他们大概心里也不大好受 便受不住别人的教唆 想过来闹一闹 没想到 让一个农民给搅合了 真是晦气 如果他们跟着王俭到了县政府 县长大人一怒 把他们抓起来 可就是不好看了 这么一想 他们两个人居然也没有去县政府 偷偷的溜了 王俭回到县政府后 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人 让石柏明去看看 也没有发现 他们在县政府门口出现过 从那里到县政府 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路程 现在还没有过来 看来他们不可能来了 没想到这些人会这么怂 搞得风尘风雨 最后是草草收场 连个面也不敢见了 说明他们一定知道 自己的要求不合理 不合法 那他们还为什么要来呢 这幕后有没有人操纵 是不是有人想故意 来干扰自己的工作 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 下一步要加快城市建设 必然涉及到各种拆迁工作 如果有人暗中捣乱 那事情就很难得到解决 必须想法 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线面分厂的工人闹事 粮食局责任重大 这里面会不会是与 粮食局的人有关呢 粮食局长范炳业 在线面分厂拆迁 这个问题上有意见 认为县政府没有补偿 他们粮食局 认为粮食局的地 卖了钱应该给他们 而由于王俭的主导 将地让给了何飞飞开发 分阶段付款 他们心里不满 会不会因此而产生怨气 故意指使职工来闹事 想到这里 王俭一个电话 把范炳业招来 问问情况 范炳业不知何事 匆匆来到王俭的办公室 见到王俭后 表现得非常谨慎 他已经知道 面分厂职工闹事的事了 王俭找到他 会不会因为这个事 也说不定 而王俭正在气头上 所以必须老实一些 免得挨批 面分厂的职工 到开工典礼现场闹事 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王俭很微压的问道 让范炳业不敢反抗 知道知道 我刚刚知道 我回去后就做工作 让他们老实一点 范炳业连忙说道 我问的是你 事先知道不知道 事先我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怎么会让他们到那里去闹事 王俭冷笑一声 你作为粮食局长 底下职工出现了这种情况 你会不知道 我问你 你是怎么向职工 解释线面分厂开发的事的 王俭直指要害 让范炳业的头上直冒汗 虽然他事先的确不知道 这些人去开工典礼的现场 但在面分厂开发这块地的时候 确实没有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 反而有煽风点火之险 所以这件事的发生 与他有一定的间接责任 范炳业不能承认 他有什么责任 盲说道 我向他们解释 线面分厂地段的开发 是县里发展的一个举措呀 让他们要理解呀什么的 反正我没想到 他们会采取这种过激的措施 看着范炳业的脸 王俭突然起身 扶着桌子说道 我听说 你原来在线面分厂这个地方 有多处门面房 现在被拆迁了 你多有不满 你敢说你在职工面前 没有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王俭直逼范炳业的眼神 让范炳业心惊胆战 的确 原来他仗着当粮食局长的权势 将线面分厂的几间房子 据为己有 开了几家门面房 由于这些房子都是线面分厂的 所以不能补偿给他 心里不能没有一点怨言 现在王俭直接点了出来 说明王俭对这些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如果再跟王俭硬顶下去 很难说王俭不追究他这方面的责任了 范炳业低头不敢说话了 王俭这才消下气来 重新坐下来说道 你现在给我回去 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 如果他们再有什么非分的要求 我拿你试问 如果他们再集体来闹事 我撤你的职 听到王俭严厉的话语 范炳业急忙答应着 虽然他不敢保证能说服他们 但他也只能先答应着 现在人们的利益诉求太复杂 动不动就开口要这个要那个 过去哪有这种事 大家都是以奉献为荣 以索取为耻 现在可好 都倒过来了 范炳业一路想着 回去后就找那些去闹事的人谈话 幸亏他还有一些威望 而且那些人自知诉求难以被答应 所以也就听从了范炳业的吩咐 平静下来 各自去讨各自的安稳生活了 把范炳业打发走了 王俭想到那个姓武的人 此时他正在县委办公室里等着 心情还有些紧张 听到十百名叫他 他才急忙走了出去 跟着十百名进了王俭的办公室 然后十百名就走了 见到王俭 他的心情更紧张了 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王俭看了他一下 笑着说道 你坐下说话吧 我也是农村人出来的 不要太紧张 听了王俭的这个话 他才缓下心来 打着胆子坐了下来 抬脸看着王俭 王俭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烟 从里面掏出一支发给他 他见状急忙站起来 跑过去接住 拿在手中 闻了闻 觉得好香 这可是县长发给的烟 一定差不了 不能吸 得留着 看到那个人不吸 王俭又扔给他一个打火机 那人又急忙接住 看到王俭也点起了烟 他才不得不把烟点上 但抽得很慢 王俭抽了一口 坐在那里轻轻地说道 你是哪里人 叫什么名字呀 那人立刻答道 我是山泉乡山后村的 名字叫武志锋 一听是山后村的人 王俭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说道 你是赵德丽那个村的 武志锋忙笑着答道 我就是那个村的 想不到县长 您也知道我们村 我去过那里 所以知道 你今天讲得很好 看来 你也是一个 有头脑的人嘛 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 我是建筑工人 待在家里 还有几亩地 老婆在家里种着 你是党员吗 我在部队就入党了 算来 也是老党员了 听到武志锋是个党员 王俭立刻道 那你在村里 有什么职务没有 武志锋立刻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 我们村赵德丽厉害得很 想当村干部 他没同意 王俭倒是相信他说的话 点了点头说 你们村的情况 我了解 但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 觉得你还是非常有正义感的 如果你想当村干部的话 我支持你 这样 你先回去 我给山泉乡的李如意书记 打个电话 让他和你好好谈谈 你要是有意愿的话 就让你当村干部 武志锋一听 机会来了 贵人终于出现了 王说道 谢谢王县长 我一直有为村里做贡献的想法 可是没有机会 现在要是让我当了村干部 我一定好好干 王俭一下子笑了 说道 要想当好村干部 必须学会一碗水端平 不能谋求个人私利 这方面你能做到吗 我一定能做到 我要向王县长学习 嘿 你要向我学什么呗 向王县长学习 深入群众 与群众打成一片 你怎么知道我深入群众了 与群众打成一片了 武志锋立刻神秘的笑了起来 说道 王县长 有一次 你到县城里的一家面馆里吃饭 我当时正好在里面 当时还说了你一些 还说了你一些坏话 但后来 看到你处理那些乱收费的人 又给我们村修路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好人 一个好县长 你能知道我们村的一些情况 肯定是你到我们村里去了解过了 这不是适用群众吗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你这样的县长呢 我做梦都想和你说说话 嘿 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跟做梦一样 这话说得王简 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 说道 武志锋同志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但也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坏 总之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普通的县长 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也想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 仅此而已呀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仕途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 梦想 报复 水雨争风 美女 金钱 全力 都入我手 草根男 也能扶摇直煞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之县 第417章 事无巨细 这话说的武之锋 眼睛立刻睁得老大 他没想到 在他心目中 十分神圣的王俭 怎么到了王俭的嘴里 变得这么普通 这不符合他对王俭的一贯期望 因此说道 王县长 您在我心目中 可是非常崇高的 王俭玩耳一笑 那不过是你心中的一种渴望而已 任何崇高 不过是一种虚拟的幻想 只有死了的人 才真正的拥有 那些现实中 声称崇高的人 其实不过就是 比别人高出了那一点点 如果加以夸大 就违反崇高的本心了 如果数为典型 那就是一种愚弄 我们不需要崇高 只需要本分和责任 你懂吗 王俭说的这些话 吴志峰哪能听得懂啊 但也是急忙点点头 表示赞同王俭的话 在他看来 王俭说什么话 他都是赞同的 根本没有独立的思考了 好了 你回去吧 我给你一个手机号码 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联系我 不过我工作很忙 可能不会及时接听你的电话 但我知道后 会及时给你回过去 请你谅解 王俭边说 边把一个号码 抄给吴志峰 感觉王俭亲近 而又很客气 一点县长的架子也没有 吴志峰非常兴奋的 将写好的号码纸 接了下来 说道 我知道王县长 轻易我不会打电话给你的 谢谢你了 王县长 我回去了 用不用找车送送你啊 王俭又问道 吴志峰忙说道 不用不用 我不行回去就是 王俭想了一下道 我让施主任把你送回去 不行去太远了 王俭又安排 把吴志峰送回他要去的地方 然后才回来 吴志峰经历这件事后 逢人就夸王俭的好处 搞得他的工友们都觉得 他有些疯癫 但他还是不以为意 经常拿着这件事为荣 好好的一个开工典礼 搞成了最后这个样子 王俭的心里也有些不痛快 不过还好 没有出什么事情 多亏了这个吴志峰 帮助把事情解决了 而且这个吴志峰 还是个热心人 又当过兵 如果让他担任山后村的村书记 说不定能把山北村的恩怨 给解决了 这样一来 修路的事情 不就不出现问题了吗 在吴志峰之后 王俭想了想 拿起电话 打给山泉乡的书记 李如意和杜长达 把自己的意见 向他们说了说 由于杜长达本身 是政府办出身的 而李如意是商东推荐的 所以两个人 对王俭是比较听话的 王俭就让他们注意一下 这个吴志峰 还有山北村的那个张家老头 这两个人可以作为山后村和山北村的当家人 来培养使用 彻底解决两村之间的矛盾 由于赵德丽和杜宝中两个人被免了之后 这两个人暗中捣乱 乡里一直没有选出合适的支部书记 李如意到了之后 还想再启用这两个人 现在接到王俭的电话 只好放弃 他和杜长达一商量 就去这两个村进行调研 了解吴志峰和张家老头的情况 张家老头将张宝义 年龄六十了 从年龄上看 不大合适再出任支部书记 但王俭觉得 如果让他担任可以很好的处理 两村之间的矛盾 可以让他作为一个过度的人物来使用 年龄应当不是问题 所以李如意和杜长达 到达山北村之后 先是去找了张宝义 张宝义听到乡里要用他担任村支部书记 他连连摆手道 李书记 杜乡长 我年龄大了 让我再出来担任这个职务 不大合适 请李书记和杜乡长再另选贤能 我做一个尊纪守法的好公民就行 李如意就说 老张 你当过多年的村干部 虽然没当过村书记 但在村里啊 还是很有威望的 难道 你就不想再带领村民干点事 年龄大小算什么呀 李如意说的话 真是让他有些心动 毕竟 以前在村里当干部的时候 一直当的是副手 从来没有当过村里的一把手 如今到老了 反而乡里要让他当村书记了 虽然有些心动 但他知道这个书记不好当 有杜宝中的存在 谁来当都不好当 怕到时候搞得一团糟 可是有损他的名望啊 李书记 我真的不行 老了就是不中用啊 感谢两位领导对我的信任 但我确实不能担任这个职务 张宝义还是白手不同意 杜长达在一旁看到后就说道 老张 你可知道是谁想让你担任这个职务的吗 张宝义很诧异 于是说道 难道这不是两位领导的意思 李如意接着就笑了一下 说道 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是受王县长的委托 来说服你出任村支部书记职务的 我们这边的路马上要开修 需要你来协调一些事情 你不会连王县长的面子也不给吧 张宝义不敢相信的问道 你们说的王县长 是不是上次到我们村来的那个王县长 李如意和杜长达两个人 还不大清楚王检微服私访的事 所以就说道 这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王县长亲自打电话 给我们安排我们来找你的 他可是我们县政府的一把手啊 张宝义这才知道 是王检让他出任这个支部书记的 想起王检在村里调研时的情景 他感觉王检就是一个对人民 对群众负责任的人 这样的好县长 让自己当支部书记 这是多么大的面子呀 他一定是相信自己 能处理好两村之间的矛盾 才提出让自己担任支部书记的 如果自己不同意他的要求 实在是对不住王检对他的信任了 张宝义沉默良久 李如意和杜长达两个人 也没有逼迫他 让他想好 过了半天 他终于说道 李书记 杜县长 我没有想到 王县长会关注这么细小的事 真是让他太操心了 我知道王县长和两位领导 都是好领导 好干部 能这么信任我 把一个村子愿意交给我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说实在的 王县长这么信任我 如果我再不知好歹 不同意他的要求 那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但是 如果我当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肯定有人暗中不服 与山后村的矛盾 我能调解 但村里头 我未必能镇得住 毕竟我老了 他们还年轻力壮 有人服李才行 如果有人不服李乱来 我恐怕无能为力 张宝义把村里的困难说了一下 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知道 由于杜宝忠的存在 他即使再有威信 再会处理事情 也拼不过他们这些少壮派 农村的情况都这样 谁的事大 谁才能说了算 他现在毕竟老了 哪还有那种 与杜宝忠等人拼的能力和尽头呢 李如意立刻安慰他道 其他的人 你不用管 这自有乡里进行处理 如果有人乱来 我们绝对不会客气 我们还会找相关人员谈话 让他们配合你的工作 听到李如意的这种回答 张宝义实在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于是气息一撞 说道 那好 我听两位领导的 反正我是一把老骨头了 也不怕这 不怕那 把领导交代的工作 干好就行 李如意和杜长达两个人 微笑着点了点头 觉得可以向王俭交差了 和张宝义谈完话 李如意专门把杜宝忠叫来 警告似的说道 老杜 你以后在村里就好好赚你的钱 不要再参与村里的事务 人说 各领封骚几十年 你也算是领过封骚的人物了 不要再掺和一些事了 杜宝忠明白 这是李如意 让他不要再在背后 与新村书记对着干 但他杜宝忠 岂能让李如意 三言两语给吓倒 李书记 我不干了 还是一个党员 村里有什么事 不会不通知我吧 通知我了 我表个态 是不是也是一种掺和 杜宝忠态度居傲的说道 一点没把新来的李如意 放在眼里 这让李如意非常不高兴 李如意的脸色一变 说道 老杜 我把你叫来 不是跟你扮嘴的 你们村的情况 县领导都非常重视 我劝你 不要强出头 你以前做的那些事 你心里清楚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不要不当回事 到时候 后悔 可别怪我 李如意的话 可以说是一种威胁 但杜宝忠 也不是那么好应付的 马上站起来说道 李书记 我杜宝忠 现在就是一个老百姓 我有我的权利 用不着你管 说完 杜宝忠 佛秀而去 李如意气得脸色苍白 像杜宝忠这种人 自是当过村干部 赚了一些钱 有了一定的关系 把乡里的干部 都不放在眼里 真是岂有此理 不过不要忘记 他可是一个 从纪委里出来的人 经常审理人 嚣张的人 不只见过杜宝忠一个 想了想之后 李如意决定 安排乡继委的人 到山北村里 好好查一查账 他就不信 杜宝忠能有多嚣张 安排完这些 李如意和杜长达 又到山后村 去找了伍志峰 伍志峰接到电话后 才从外面赶了回来 知道是乡里的书记乡长来找他 激动得不得了 专门穿了新衣裳 回去见李如意和杜长达 两人就坐在村委办公室里 等着他 准备和他再好好谈一谈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徒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抱负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权力都入我手 草根南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知县 第418章 交警被打 见到李如意和杜长达两个人 武志峰忙走上前说道 李书记 杜厢长 你们好 看到武志峰的这种态度 两个人感觉很满意 比起张宝义的老资格 和杜宝中的伟大不调 武志峰好得太多 因此两个人都微笑着 让武志峰坐下 坐下之后 李如意就笑着说道 老五 你入党多少年了 武志峰手艺伸 说道 十多年了吧 部队里入的 回来后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干 就在工地上找点活干 李如意说 党员关系在村里吧 哦 在村里 复原后就转到村里了 不错 能在部队里就入党 说明你表现很优秀啊 李如意笑着说道 武志峰有点不好意思 一般般吧 无论到哪里 我们都应当积极向上不是 看到武志峰的这个样子 李如意和杜长达都觉得 他是一个织布书记的好苗子 只是 如果现在就让他担任书记 他能当得了吗 王俭虽然只是说培养使用 但如果再经过培养的话 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 再说 现在到哪里去找 合适的村书记 赵德利肯定是不行了 其他人也没有合适的 两个人想了想 商议了一下 还是决定一步到位 就让武志峰当 反正试着来 当不好再说 要把王俭的指示落实到位 志峰 乡里头决定让你当村支部书记 你有没有信心干好 李如意先问一问 试探一下武志峰的信心 武志峰知道 李如意和杜长达来找他谈 是因为王俭安排的缘故 但王俭只是说让他当村干部 但没有说让他当村支书 现在李如意和杜长达 直接让他当书记 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了 毕竟他还没有做好当村支书的准备呢 李书记 杜厢长 你们要让我当村支部书记 武志峰也是不敢相信的问道 李如意笑道 不错 让你担任村支部书记 把修路的事情搞好 你有没有信心 武志峰倒没有张宝玉考虑的那么多 对赵德丽的存在 没有多大的忌惮之心 只要让他干 他还是有信心干好的 听到李如意的话 武志峰略为犹豫 说道 如果李书记和杜厢长 让我当村的书记 我一定不如使命 把工作做好 听到武志峰这个回答 李如意和杜长达两个人 都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 武志峰想当村支部书记的愿望 这么强烈 倒不需要做什么说服工作了 那好 乡里很快就对你进行任命 你这段时间 先考虑一下 怎么做好村里的工作 乡里头 会在各方面 对你进行支持 不要辜负乡里和群众 对你的期望 李如意最后又说道 武志峰激动的答应了 他一定要好好的工作 把村里的事情做好 没过多久 杜宝中被县纪委的人带走 查出他有贪污的事情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赵德利 受到杜宝中事件的震慑 不敢再有所动作 倒也是很安静 张宝义和武志峰两个人 分别出任山北村和山后村的支部书记 两个人按照乡里 要求化解村一村之间的矛盾 通过多方面的工作 终于把地鞭子纠纷解决掉 一切工作做好之后 修路的事情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得知山北村和山后村的事情得到了解决 王俭的心里非常高兴 准备将修路的事情 开工之后 就带领人马去南方招商 全面启动西亭县的招商引资工作 先开了一个县长办公会 商议了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又联系了何飞飞 希望他能出面帮助 由于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 何飞飞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虽然不是王俭一个人去 但也只好答应他了 王俭定了一下去招商的名单 除了他本人之外 还有分管招商的胡义团 招商办主任毛玉金 虽然王俭不大喜欢他 但他现在还是招商办主任 也只能让他一起去 另外办公室主任施百明要带着去 搞好各项服务 由于大家都认为 招商还有一种旅游的性质 所以县长办公会上有人提出 招商能不能分两批去 一批由王俭带队 一批由杨春风带队 让大家都出去开开眼界 其实王俭出去招商 那是真抓实干的去招 倒没有什么要旅游的想法 但大家提出来了 如果他不答应 倒是不尽人情 感觉他不顾及大家的利益了 所以经过研究 决定招商分为两批 一批呢去越东 一批呢去海江 王俭带领人马去越东 人员有胡义团 石立才 石柏明 毛玉金 杨春风带领人员去海江 人员有马贵松 谢方帝 吴玉民等人 人员这样分派好之后 有人又提议带个记者去吧 把招商的过程记录下来 王俭觉得可行 接着马上有人说 不如让唐部长也去 一块做个伴儿 王俭就笑了笑 他知道 有人想让唐慧一起去陪他 说来这倒是一条好计策 不然行程中 只有何菲菲一个女性 不大好安排 便打电话联系唐慧 问他去不去 唐慧一听 怎么能说不去呢 立刻高兴的答应了 王俭就让他安排一个记者 跟着前去 他也答应了 方树增知道王俭让唐慧去 不让他去 就打电话给王俭 笑着说他重色轻友 不带他一起去 王俭就说 我们县政府去了 县委那边肯定也要去 我要是带着你去 别人就会说话了 唐部长 小女人一个 你跟他计较什么 方树增一听 哈哈大笑 也就释怀了 得知县政府这边 要出外面招商 顾晋国自然就告知了车士平 车士平知道后 经不住顾晋国的劝说 也要出去招商 其实招商这种事 车士平也做过多次了 名的叫招商 其实跟旅游差不多 起不到多大作用 因此就成了一种变相的福利 因此顾晋国认为 县政府去了 县委就一定要去 不然不公平啊 所以车士平也只好顺着他的意 准备轮换着出去招商 不要搞到一块 毕竟要有的在单位里办公 正当大家准备高高兴兴的去招商的时候 王俭坐在办公室里 突然接到了苏明辉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一个交警在执勤被人打了 对方非常嚣张 打的执勤交警头破血流 现在正送往医院治疗 并且引来了大批群众围观 王俭一听 头上就冒了汗了 立刻从桌子上站了起来 问道 现场得到控制没有 苏明辉打道 打人者已经被控制 人群也正在进行疏散 我到现场看一看 王俭接完电话 就带上十百名去现场 到了现场的时候 打人的人已经被控制在了一辆警车 前来围观的人都散开了 王俭从车上下来 苏明辉急忙过来报告 王俭看了一眼 旁边的一辆奥迪车 就问道 汪书记也来了吗 苏明辉马上走到他跟前 敲声说道 王先生 这打人的人 要是一般人 我就不跟你说了 告诉你吧 打人的人是汪志国的司机 他开着汪志国的车 醉酒驾驶 闯红灯 执勤交警制止他 不但不听 还下来打人 影响太恶劣了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交通整治 如果不狠狠地打击他的这种行为 恐怕就会前功尽弃了 怪不得看到汪志国的奥迪车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 王俭心里十分生气 前一阵子是警车闯红灯 现在是公安局长的司机 既是闯红灯 又打人 还醉驾 如此耍特权的行为 怎么能让人们形成规则意识呢 那人呢 王俭问道 在我们的警车上 怕他跑了 把他靠起来了 不过还不老实 王俭想了一下 这个人由你们交警控制住 做好笔录 勘察好现场 看被打交警的伤情 再做进一步处理 苏明辉问道 我们只能滞留他24小时 如果再想积压 必须由局里进行处理 到时候 汪局长不同意拘留 怎么办 王俭想了一下 我去和汪志国进行交涉 你们先去看一下被打的交警 这个交警 好样的 要说这交警 真是好样的 因为汪志国的司机 公安局上下 差不多都认得 这名交警 参加工作没多久 但也是见过汪志国司机的 当时 他看到有人开车闯红灯 就上前拦截 看到是汪志国的司机 先是愣了一下 但很快 按照平时苏明辉的要求 要对他进行酒精测试 汪志国的司机立刻火了 骂道 你妈的刚来的 不认识我是谁啊 信不信 我把你的这身皮给扒了 汪志国的司机并不认识 这名交警 而这名交警 听了汪志国司机的话之后 心里非常愤怒 但他还是忍住 没有发作 说道 请你下车接受检查 汪志国的司机把车一停 还真下了车 不过一下车 就一拳打在了那名交警的鼻子上 当时就血流满面 然后又上去拳打脚踢 将交警打倒在地 旁边的群众一看 就围了上来看热闹 打完人之后 汪志国的司机还骂骂咧咧的 正当他要驾车离去时 有群众就拦住他了 看到众怒难犯 他躲在车里不敢出来 苏明辉接到报告后 急忙赶往现场 让人把被打交警送往医院 然后命令人将汪志国的司机 带到警车上靠起来 有人不愿意得罪汪志国的司机 不想靠 还是苏明辉亲自给他靠上的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族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 报复 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 权力 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煞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之县 第419章 事情不断发酵 王俭和苏明辉 一起到医院去看望被打的交警 到了医院以后 王俭来到那名交警的病床前 被打交警 面部被纱布包着 王俭握着他的手 苏明辉上前对他说道 这是王县长 听说你受伤 过来看你了 受伤交警没想到 王俭会这么快就过来看他 就挣扎着想起身 王俭让他不要动 向他竖起大拇指 说他好样的 听到王俭的表扬 受伤的交警 满肚子的委屈 都化成了泪水 王俭安慰了他一下 对身旁的医生说道 要好好给这名同志智商 他是我们西庭的英雄 没想到 王俭会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受伤交警 真是感动至极了 因为他并不是因为 见义勇为而受伤的 王俭还称他是一个英雄 让他意想不到 但王俭却认为 他就是一个英雄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 能多一些这种 不怕得罪人 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那么社会的风气 自然而然的 就会变好 见义勇为的人 就不会成为稀缺品 英雄的称号 自然也就少了 因此 受伤交警的行为 为全县的干部 树立了一个榜样 坚持原则 忠于职守 这是所有公务人员 最珍贵的品质 看完受伤交警 王俭让苏明辉 派人照顾好他 要在交警队 内部掀起 学习受伤交警的高潮 同时 也要在全县 宣扬受伤交警的事迹 和苏明辉说完之后 王俭并没有去找汪志国 而是直接去找了车士平 他要向车士平汇报这件事 看看他的态度 一个汪志国不足矩 关键还是车士平的态度 如果车士平能支持他 一起公平公正的处理这个案件 他汪志国再有本事 也不敢胡来 和车士平联系了一下 王俭就来到车士平的办公室 见到车士平后 王俭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车士平听了之后 宁媒说道 你们确定是汪志国的司机 王俭道 人已经抓住了 汪书记的车还在现场 其实车士平也知道 王俭找他的目的 显然是担心汪志国 不同意处罚他的司机 而王俭也担心 他会支持汪志国 所以就直接说道 不论他是不是汪志国的司机 只要犯了法 依法处理就是 如果汪志国敢汪法 那他就是一个糊涂虫 这件事 请王县长放心 他汪志国不敢包庇 他自己的司机 王俭得到车士平这个回答 心里比较放心了 就说道 那我和汪书记打一个招呼 让他秉公处理此事 车士平看了王俭一眼 就说道 这个可以 我也和他说一声 这件事影响很坏 谁敢包庇 谁下台 车士平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 在一些原则上 还是能坚持的 王俭和他达成了一致意见 就不担心汪志国敢怎么样了 汪志国在事情过了有一个小时后 才得知这个事情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司机会醉驾 而且还打了人 这名司机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 跟他已经很久了 做事还比较灵活 就是比较好久 他也没太在意 毕竟是自己亲戚 他也不能要求太严 没想到居然出了这样的事 得知人被关在交警队之后 他立刻打电话给苏明辉 让他把人送到县公安局 由他进行处理 苏明辉不能不听他的话 一方面答应他之后 一方面就向王俭做了汇报 王俭得知后 就打电话给汪志国 汪志国接到王俭的电话 就问道 王县长 什么事 有人打伤交警的事 你知道不知道 没想到王俭已经知道了这个事 看来这个苏明辉 还真是王俭的心腹中的心腹 一定是他先报告给了王俭 却没有直接报告给他 真是让他有些不高兴了 哦 我刚刚知道 怎么 王县长有什么指示吗 汪志国反问道 王俭严肃的说 我去医院看了 那名交警受伤严重 必须严肃处理肇事者 而且 我听说 这个人是你的司机 开着你的车 出了这种事情 影响十分恶劣 我们 必须严肃处理 王俭的话一出口 汪志国的脸色就骤变 没想到 王俭已经看望完受伤交警了 而且 还直接指出来是他的司机 开着他的车 要求严肃处理 这明显 是将矛头指向他了 我们公安 当然要严肃处理 虽然这个人是我的司机 但我并不知情 是他个人的私自行为 有什么后果 由他个人来承担 不过 我听王县长的话 是不是认为 我也有责任 汪志国沉住气 反问王俭一句 王俭听了汪志国的话 反而轻松的笑了 汪书记 你多想了吧 我只是要求你 严肃处理肇事者 我什么时候 说你要承担责任了 现在车书记 也在关注这件事 我提醒你 把这件事处理好 汪志国一听 生气道 不用你提醒 我也会处理好 别以为 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没想到汪志国 会呛了他一句 说的这么难听 简直是有失 县领导的风度了 如果要跟他计较 恐怕又得吵起来 想了一下 王俭无奈的说 那既然如此 请汪书记自重吧 接着就挂断了电话 汪志国听了电话里的盲音 心里开始忐忑不安了 这件事 看来对他的影响太大 这刚开始还没有意识到 王俭一打电话 倒是真提醒了他 公安局长的司机打交警 这样的事情 多么刺激人的心灵 要是上了报纸什么的 一定是让人看笑话了 想到这里 汪志国就想起 要去看望一下 那名受伤的交警 看他的伤情 到底有多严重 正要走 车视频又打电话给他 让他严肃处理肇事人 并明白的告诉他 现在很多人 都在关注这件事 不要想着为自己的司机 开拓罪责 相反 还要处理的重一些 否则 他没法向世人交代 听了车视频的话 汪志国的心情更紧张了 要是放在以前 他还真不会太担心一些事 但这件事 确实让他遇到了一个 严重的政治危机 如果处理不好 真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汪志国匆匆来到医院 看望了交警 得知是受伤交警的 鼻梁骨骨折 肋骨断了一根 这不算太严重 最多也就是轻伤 但轻伤也构成犯罪了 也就是要对他的司机 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想到这里 汪志国心情又复杂了 他以为交警的伤 要是不构成轻伤的话 对他司机行政拘留几天 就算了 而构成了轻伤 就是要被判刑了 那怎么样 才能减轻他的司机的罪责呢 汪志国还有点想着 为他的司机开脱 想来想去只有一条 那就是司法鉴定的时候 做轻一点 然后与受伤交警进行协调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但后来一想 风险太大 且不说受伤交警会不会配合 就是会配合 还有王俭等人 那么多少眼睛在盯着呢 谁敢这么办 看来只有将他的司机 刑事拘留了 因此他不顾他的亲戚 向他的哭诉 无奈在刑事拘留决定书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让刑事侦察部门 依法进行办案 虽然他将自己的司机处理了 但这件事情 还在进一步发酵 王俭在县委常委会上 公开提出 要大力整治特权车辆 并带头提议 要管好自己的司机 希望所有的常委 和其他县领导们 都能管好自己的司机 不要再出现 类似违法的事件 王俭在会上大义词言 在汪志国听来 却是非常的刺耳 在他看来 王俭此举 是明显针对他的 是在故意让他难看 搞得他在常委会上 都抬不起头来 与此同时 王俭开始在全县范围内 掀起向受伤交警 学习的高潮 要求全县 广大干部群众 要学习受伤交警 忠于职守 坚守岗位的精神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犯了法 都要坚决的 与他们进行斗争 这种学习活动 让汪志国 面临了更大的政治压力 在学习受伤交警的同时 其实就是在败坏他的名声 汪志国面临这种情况 无可奈何 王俭作为县长 发起这种学习活动 他是无法制止的 不但如此 更大的声势就是 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 网上就开始出现了 公安局长 司机醉酒 闯红灯 打交警的帖子 出现了一大堆了 网上一片 对他的谴责之声 几乎他成了一个 无恶不赦的人 另一方面 这件事情 也传到了市里 引起了市领导的关注 市政法委书记 李清明感觉到 如果这种情况 不进行处理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 四盟的声誉 毕竟一个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的司机出了事 让人们知道后 很不好听 至少不能再让汪志国 在政法工作岗位上干了 李清明就向孙世明 做了汇报 是不是要对汪志国的工作 进行调整 孙世明听了之后 就说道 他的司机出了事 他负有管理不严的责任吗 现在又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我看是要处理一下 这件事你提出的好 你研究一下 提出一个调整的方案 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听了孙世明的话 李清明立刻回去找周德勇 两个人共同研究 如何对汪志国的职务 进行调整 以及用谁来当西庭县 新的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徒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 梦想 报复 水雨争锋 美女 金钱 权力 都入我手 草根南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四百二十章 汪志国调走 汪志国也感到自己 可能要被调走了 因为作为官场上的人 有着很敏感的神经 以前他去见李清明的时候 李清明对他非常客气 可是最近去找李清明的时候 却发现他很冷淡了 不仅如此 他到市公安局公干的时候 市局的领导对他 也是有一种异样的眼光 大概认为他不会再待在西庭了 如果不让他待在西庭 那会让他到哪里去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最多是一个丑闻 但不是一个错误 最多让他离开西庭 再换一个地方当领导去 如果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再从头再来 满腹心事的他 在西庭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坐立不安 想来想去 得和车士平说一说 如果车士平 要他继续在西庭县干 说不定就不用调整了 因此便打电话给车士平 问他在不在 要去找他 车士平也听到了 对汪志国要调整的风声 但具体会调到哪里去 他不大知道 赵东方也不知道 大概还在商议阶段 难以定论吧 汪志国见到了车士平 车士平一见到他 就说道 汪志国 你可能要被调走了 我是顿师左膀右臂了呀 汪志国心里就是一惊 说道 车书记 你得到什么消息了 车士平说 我从赵书记那里得知 你被调走是定了 但至于调到哪里 怎么安排还没有定 我估计不妙啊 不可能再安排的有多好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 汪志国大惊失色 说道 车书记啊 你要保我呀 我在这里才能更好地为你工作呀 我要一走 那王俭就更猖狂了 车士平叹了口气 说道 哎 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 据说 是李清明向大老板汇报了 大老板 说你对身边管理不严 负有一定责任 不适合在政法部门工作了 一定要将你调走 你说我还能说什么 汪志国听到车士平如此一说 立刻失魂落魄 他原以为 最多把他调到另一个地方 继续当他的公安局长 可没想到 孙世明居然说他不适合 在在政法口工作 如果是这样 那他就是贬值了 赵书记不能帮我说说话吗 汪志国不甘心的说 车士平看了他一眼 说道 李清明和周德勇 左右着你的命运 赵书记就是说了 有用吗 再说 后面还有孙世明 就是两个赵书记 也没有用 汪志国一听 彻底失望了 说道 车书记 我一走 不知还能不能再调来一个 你中意的人 否则 恐怕你就被动了 车士平又叹了一口气 说道 哎 志国啊 我们也算是投缘 你走了 我也舍不得呀 但你在一方面 确实没有做好 可能 也与我的放纵有关 但愿你到新的工作岗位上 能严格要求自己 不要再出什么事 听到车士平如此回答 汪志国感到 有些羞愧了 没给车士平帮太多的忙 却是竟给他惹事了 想到这里 他又问道 不知道会调来谁接任我的职位 是不是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一肩挑 车士平说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市委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这也是对我的一种不信任 看来 我在西庭待的时间 不会太长了 看来 还是王俭这样的少壮派 受重用 我们是老了 听到车士平 如此悲凉的话语 汪志国心情 也是无比的沉痛 就这样 结束自己 在西庭县的政治生涯了 想来真是心有不甘 车书记 我走后 那你保重 无论我到哪里 我们有时间 一定多喝几杯 汪志国临走时 说了这番话 在没有征求 车士平意见的同时 李清明专门征求了一下王俭的意见 孙世明专门安排他要问一问 王俭对公安局长的职位有没有要求 接到李清明的电话后 王俭没有立即跟李清明说自己的意见 而是放下电话后 好好地想了一想 再给他回复 李清明的电话标志着汪志国将要离开西庭了 至少要卸任公安局长的职务了 政法委书记让谁当 他不知道 但公安局长一定要换 想到最初想换汪志国而不能 而现在终于有了机会 而李清明又专门来征求他的意见 说明新任公安局长断不会再与他为难 只是李清明要征求他的意见 是想让他推荐一名公安局长 那他会是谁呢 苏明辉 这倒是一个好选项 但转念一想 苏明辉资历浅 如果自己强行推他 李清明不一定能同意 而且也太明显了一些 别人会以为他急于想建立自己的力量 日后对苏明辉不一定是好事 想到这里 王俭便想起了韩玉婷 韩玉婷现在就是公安局长 如果交流到这里来 不存在任何资历不够的问题 而且他要是能到这里 也是对自己这方面力量的一种加强 只是不知车士平会不会同意 但后来一想 在公安局长这个职位上 市里的决定权很大 车士平没有多少话语权 只要李清明和曹市伟同意 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想好之后 王俭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清明 同时他没有把情况告诉韩玉婷 不料没过多久 韩玉婷突然打电话 兴奋的告诉他说 王俭 上面要调我到西庭 你知道不知道 王俭心里笑了一下 哦 我不知道啊 把你调到西庭干什么 调我过去当公安局长啊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 韩玉婷突然说道 王俭 我怎么感觉 你不大喜欢让我去西庭啊 一点兴奋的表示也没有 如果是这样 我跟上面说说 我不愿意去了 王俭还是一脸平静的说 这还用怎么兴奋呢 你能来 我当然高兴了 你要是不来 我也没有办法 你个王俭 是不是时间异常把我忘了 韩玉婷不仅咬着牙说起来 王俭这才笑着说 嘿嘿 我怎么会呢 你来了就好了 我是双手欢迎你来呀 韩玉婷一听这 才扑哧笑出声来 好你个王俭 原来你是在逗我玩 和韩玉婷通过话没多久 市委就下达了一纸任命文件 任命高宁 为西庭县委委员 政法委书记 任命韩玉婷 为西庭县公安局党组书记 局长 汪志国调任市粮食局副局长 市委组织部的人 前来宣布完任命后 大家议论纷纷 他们没有想到 汪志国从一个全市熏天的 县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 被调到一个无职无权的部门 担任一个副局长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而且根据以往的惯例 凡是调到市里的干部 一般他的仕途生涯 基本就结束了 不可能在东山再起 也就是说 他可能留在粮食局里退休了 这个打击对汪志国挺大 车视平也没有想到 会给他这么一个安排 完全是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情况 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汪志国被调走 高宁下来当了政法委书记 这是王俭也没有料到的 但后来一想 大概是孙世明在自己调走之前 对他的秘书做一个安排 否则他走了之后 谁还会在乎他 于是高宁也成了 西庭县委领导层的一员了 和张林一起成了同僚 这也是让张林有了一个伴 免得让张林觉得 只有自己从市里下放 而且两个人都是做秘书工作的 还有一些共同语言 韩玉婷的调来 让大家有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他们都知道 方树增是从东庭调来的人 现在这个韩玉婷 又是从东庭调来的人 这说明市里面 在给王俭加强力量 以后就是王俭要在县里 主导一切了 或许用不了多久 车士平就要调走 由王俭接任县委书记 这样一来必须快速的向王俭接近了 高宁和韩玉婷一来 王俭就和方树增一起给二人接风 王俭和方树增 韩玉婷三个人的关系不用说 但高宁却是与王俭有接触 但交情不深 虽然是孙世明的秘书 多少对自己了解一些 但此人比较狡猾 来到这里后很难说是什么情况 所以王俭还是要多拉拢他一下 见到高宁时 王俭上前握手笑道 高书记 没想到我们成了同事了 高宁一脸堆笑的说道 能和王县长成为同事 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呀 可是如今却让我实现了 王俭哈哈一笑 别人是美梦成真 你这是不用梦都成真了 高宁也哈哈笑了起来 在孙世明没调走之前 他还真必须与王俭搞好关系 这也是孙世明让他来的原因 否则也不会让他到西庭来 他的理想职位是在四盟市的几个区里 到西庭这样的破地方 真是没有什么意思 不过他没办法违背孙世明的意志 所以只能答应来到这里 等过一阵子再想办法 调往好的地方去 王俭与高宁还算是认识 方树增与高宁还没有见过面 两个人自然是认识一番 而韩玉婷也需要认识他一下 毕竟以后工作中还要用得着他 而高宁一见到韩玉婷 眼睛就开始不停的转 显然他被韩玉婷的容貌吸引了